美国这片土地见证的历史的巨变 承载着丰富而多元的历史故事 我们可以透过深入研究 描绘出这个国家的发展轨迹 文化演进和社会变迁 让我们从美国的早期历史开始 追溯这个国家独特而复杂的过去 美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 当地原住民部落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丰富的文明 然而真正的历史发展始于欧洲殖民者的到来 1492年哥伦布首次抵达新大陆 开启了欧洲探险家们对美洲的大规模探索 17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开始在北美东海岸 建立最早的殖民地标志着美国历史的开端 这一时期的殖民地生活受到英国统治的影响 但同时也孕育了对自由和自治的渴望 在18世纪中叶 这种渴望逐渐演变成为独立的动力 1776年 美国大陆议会宣告独立 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这一历史性瞬间将美国推向了独立之路 并奠定了国家的基本价值观 如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 美国革命的胜利 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宣告为共和国的国家 然而 新生的美国在独立后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制定宪法的过程中 各州之间存在分歧 特别是对于中央政府权限的担忧 1787年 宪法签署 建立了联邦制度 并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19世纪初 美国经历了西部扩张和区域争端 而俄勒冈小禁与德州独立等事件 确立了美国的领土 同时也引发了奴隶制度问题的激烈争论 引发了南北战争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血腥和影响深远的战争 最终 奴隶制度在南方被废除 南北战争后 美国进入了重建时期 该时期是政治 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时期 旨在重新整合南方各州 并解决种族问题 然而 这一时期也充满争议 重建政策并未完全解决种族问题 南方各州进入了长期的种族隔离时期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美国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 二战后 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这一时期的美国经历了经济繁荣 科技创新和文化繁荣 同时也面临着社会问题 包括种族歧视 性别平等和越战等 20世纪中叶 美国经历了社会变革的浪潮 公民权力运动 反战运动和女权运动等 推动了社会价值观的变革 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加多元化和开明的社会 从冷战时期到全球化的时代 美国一直是国际事务的关键参与者 同时 美国在科技 文化 艺术等方面 也持续发挥着引领作用 但是 美国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经济的不平等 种族问题 气候变化等 成为当代社会的焦点 美国的历史是一步充满波折 变革和多元文化的实施 这个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 不断迎接挑战 并在不同时期塑造了不同的面貌 夏威夷岛 位于太平洋中央 是夏威夷州的首府 檀香山的所在地 这片迷人的土地 孕育着深厚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 让人不禁为之赞叹 夏威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 当时它是由玻利尼西亚人 在大约1500年前首次定居的 这些早期居民带来了他们独特的文化 语言和传统 这些元素至今仍然在夏威夷的日常生活中繁荣蓬勃 檀香山坐落在齐美拉海温旁 被翠绿的山脉环绕 这里的地势和气候形成了丰富的自然景观 美丽的海滩 蔚蓝的大海和茂密的热带植被吸引了众多游客 也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夏威夷的文化根植于太平洋岛屿的特有环境 并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 夏威夷王国于19世纪初建立 并在1893年被美国吞并 这段历史为夏威夷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并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在夏威夷 檀香山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多元文化的城市 居民们在保护和传承夏威夷传统的同时 也迎接了现代化的挑战 这座城市不仅是夏威夷的门户 也是一个融合传统和现代元素的独特之地 成为吸引人们向往的梦幻之地 夏威夷的檀香山在20世纪经历了多个转变 包括太平洋战争的影响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现代的檀香山是一个现代都市 拥有高楼大厦 繁忙的商业区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然而城市中仍然保留着许多历史悠久的建筑 如伊奥拉尼宫 这座皇宫见证了夏威夷王国的兴衰 夏威夷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传统的草裙舞 活舞和哈卡舞蹈 这些表演反映了夏威夷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价值观 也是由克莱茨的一大亮点 夏威夷的居民习惯尊重大自然 并保持与大地的和谐关系 这种对自然的敬畏感可在他们的艺术 音乐和传统工艺中找到 自然景观方面 齐美拉海湾的美丽和山脉的蔚蓝 蔚潭香山增色不少 人们可以在附近的山区追逐冒险 也可以在风和日丽的海滩上放松身心 这般四季如春的宜人气候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迈阿密海滩 位于佛罗里达州 阳光灿烂的沿海地区 是美国东南部一个风格独特 充满活力的城市 其璀璨的历史与多元文化 深深融合于这片美丽的沙滩之上 南海滩的白色沙滩 和色彩缤纷的建筑 是该城市的标志 迈阿密的历史 根植于印第安原著名的文化 最早的定居者 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 然而 真正的城市发展始于19世纪末 当时来自北方的移民 在这里建立了最早的社区 迈阿密成为了一个小型农业社区 并在20世纪初 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土地开发浪潮 促使城市的快速扩张 20世纪中叶 迈阿密成为美国经济和文化的枢纽 特别是在古巴裔移民的影响下 这个时期 许多古巴人逃离卡斯楚政权 已居到迈阿密 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 迈阿密的古巴社区 特别是小哈瓦那地区 成为了保存古巴文化和历史的宝藏之地 迈阿密海滩的建筑风格多样 反映了城市多元文化的独特性 迈阿密海滩建筑区 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装饰风艺术建筑 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狂放的生命力 充满着音乐 艺术和时尚的氛围 南海滩的夜生活更是热闹非凡 拥有世界一流的夜店 音乐活动和艺术派对 迈阿密海滩时至今日仍然是豪华生活和潮流的象征 吸引着来自全球的名人 富豪和游客 除了蓬勃的夜生活 迈阿密也以其极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而著名 这座城市融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特别是受到古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影响 从美味的古巴三明治到新鲜的海鲜料理 迈阿密的餐厅总能满足各种口味 总体而言 迈阿密海滩是一个充满活力 多元且不断演进的城市 它融合了历史、文化、艺术和时尚 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独特风格的地方 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沙滩 缤纷的建筑 浓厚的艺术氛围 还是多元口味的美食 迈阿密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体验 成为全球瞩目的旅游圣地 芝加哥作为美国中西部的大城市 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的文化枢纽城市 其建筑遗产、艺术氛围和湖岸县风光 使其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城市 现在的芝加哥地区是普塔瓦托米印第安人的市居地 但在17世纪末 欧洲探险家和贸易商开始进入这片土地 芝加哥的名字来源于印第安于 意为野生洋葱 反映了当地植物的丰富 芝加哥真正崛起的时刻是在19世纪中叶 随着铁路的兴建和湖岗的开通 使其成为内陆城市中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该市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 吸引了大量移民、商人和工业家 芝加哥在19世纪末成为美国的第二大城市 仅次于纽约 芝加哥的建筑风格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演变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 芝加哥孕育了一种新的建筑风格 被称为芝加哥学派 这一风格在摩天大楼的设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著名的建筑师如亨利·霍布森·理查森 布鲁斯·约翰·格雷厄姆等人 都在芝加哥留下了许多标志性的建筑 如威利斯大楼、元希尔斯大楼等 这些建筑物成为了城市风景的一部分 也反映了芝加哥的现代化和创新 当代芝加哥是金融、文化、教育和交通的国际中心 该城市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期货和期权交易所的地方 尔黑尔国际机场经常跃居世界前六大最繁忙的机场 此外,芝加哥拥有最多的联邦高速公路 也是全国铁路枢纽 并在2018年创造了高达6,89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使其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地区之一 芝加哥还是许多财富500强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在2018年,芝加哥迎来了约5800万名游客 创下城市旅游业的新高峰 并连续四年被收获杂志评选为美国最佳大城市 2021年,更被誉为全球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仅次于布拉格 芝加哥的地标包括千禧公园 海军码头、芝加哥艺术学院等等 芝加哥也拥有众多著名的大学和学院 其中包括芝加哥大学 西北大学和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 这里孕育了许多知名的芝加哥学派 包括芝加哥经济学派和芝加哥社会学派 芝加哥的艺术氛围同样为城市增色不少 著名的当代艺术博物馆等文化场所 成为艺术爱好者的潮胜之地 这些机构不仅保存了珍贵的艺术品 促进了当代艺术的发展 并丰富了这个城市的多元价值 旧金山这座城市坐落在美丽的海湾地区 以其壮丽的金门大桥 陡峭的山坡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而闻名 旧金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开明的文化 使其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 我们能够深入挖掘旧金山的过去 这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不仅承载着 西部开拓时代的印记 也凝聚了多元文化的融会 旧金山最早被西方人发现 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晚期 当时西班牙探险家在1769年抵达该地 然而真正的开拓者是1846年美末战争结束后 美国占领了加利福尼亚地区 一年后该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 因为在1848年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中 大量淘金者涌入 使得旧金山成为了淘金热潮的中心地带 淘金潮过后 旧金山开始转型成为一个繁荣的港口城市 19世纪末 金门大桥的建成成为了城市的地标 连接着旧金山和马林县 使得交通更加便捷 然而旧金山曾在20世纪初的地震和大火中严重受损 但城市在灾难中崛起 重新建立了更加坚固和现代的建设 此后旧金山逐渐成为一个文化和艺术的枢纽 吸引了许多作家 艺术家和自由主义者 该市的建筑风格也是其吸引力之一 旧金山的维多利亚式建筑 悬崖上的房屋 以及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形成了独特的城市风景 其中维多利亚式建筑成为城市的代表 这些彩色的房屋俯瞰着崎岖的街道 为旧金山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风情 城市的多元文化也是旧金山的一大特色 19世纪末 大量移民涌入 形成了中国城 小意大利等独立的社区 除此之外 旧金山也是科技创新的摇篮 西谷是全球科技产业的中心 位于旧金山湾区 促使了无数创新和科技发展 斯坦福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顶尖学府的存在 为城市的科技人才资源提供了强大支持 旧金山的历史充满着起伏 从淘金热到现代的科技潮流 每一个时期都在城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如今的旧金山 作为一座瞩目的城市 承载着过去的光辉 并持续演进着自己的未来 在这片多元文化的土地上 让人们更能深刻理解旧金山如何在众多文化的融合中 成为世界上最让人入迷的城市之一 纽约市 作为全球的金融中心和文化枢纽 纽约市充满震撼人心的摩天大楼 与繁忙的时代广场和世界知名的艺术机构 这个城市代表了多元文化和缤纷的城市生活 纽约的历史渊源自十七世纪初 当时由荷兰殖民者建立的新阿姆斯特丹 随着1664年 英国将该地区纳入其统治下 城市更名为纽约 成为英国殖民地的一部分 纽约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扮演了关键决策 成为重要的军事据点 十九世纪初 纽约迎来了经济和人口的急剧增长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铁路的发展和港口的繁忙 纽约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海港 这段时期也见证了大量移民涌入 带来了来自欧洲 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多元文化 这个时期的城市发展奠定了纽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基础 二十世纪初 纽约迅速崛起 成为金融商业和文化的枢纽 1920年代的繁荣时期 见证了大萧条的来临 但同时也孕育了爵士乐和哈林区文化的繁荣 在大萧条和二战后 纽约继续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城市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 艺术家和移民 纽约的建筑也反映了历史的演变 19世纪的文艺复兴风格建筑和摩天大楼的崛起 如帝国大厦和克莱斯勒大厦 显示了城市在现代建筑上的领先地位 这些建筑物成为天际线的标志 象征着经济力量和现代化 时代广场作为纽约市的标志性地点之一 签证了无数历史性时刻的发生 这里不仅是跨年庆祝的中心 也是各类文艺表演和商业活动的热点 时代广场的环境代表了城市的蓬勃生机和不断变迁的本质 纽约的博物馆和艺术机构也在世界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 大都会博物馆 现代艺术博物馆 大都会歌剧院等地成为了艺术和文化爱好者的朝圣之地 在20世纪末 城市面临了经济困境 社会问题和犯罪问题 不过 纽约市始终能够自我更新 通过城市再生计划 犯罪控制和经济多元化的措施 重新换发生机 今天的纽约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大都市 融会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和人才 其金融区 艺术场所 多样的社区和国际性的氛围 使其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和多元化的城市 无论是在历史的怀抱中寻找痕迹 还是在繁华的时代广场感受现代的脉动 纽约市都是一个令人感动且充满活力的城市 在每个到访旅客的内心 永远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近看快点 明天啊 Leadership lan就知道了 隐 أن 到 冰 DA 微 meg